严慕斯,真是很多谢你 我知道其实我们信耶稣 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问题 都会突然之间发生 就是那一刻 如果我们一不看着耶稣 一不依靠神 我们就很容易跌入灰心或者失望里面 我知道亦都是婚姻是需要建立的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沟通很完美 是真的要很努力去建立 所以我看到耶稣斯里的教导 一路以来的教导 虽然我段婚姻不跟其他人那么顺利 一开始就可以很完美 很沟通得很好 但是在这十几年一个磨合 我真的看到上帝很爱我们两个 不断我们看到的就是 每一次很低谷的时候 神就是光照 他光照就是反而不是光照对方 是光照自己 让自己看到自己是要怎么去倚靠神 去走下去 大家去回回耶稣里面的时候 第一就是处理回自己当时即使的心情 如何在负面里面走出来 之后才可以去跟对方和好 去聊回 去爱回对方 因为如果自己都没有力 自己都不回回耶稣里面 是很难再跟对方沟通 如果每个人都执着自己的意思 只是想别人来看自己的想法 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叶牧师 你这些港导辅导是非常好 因为婚姻辅导 其实我们是看到男女不同之爱 也是看到自己需要有些什么去改进 自己需要有些什么去加以努力 我也都明白一段婚姻不是单方面的 双方面都需要努力的 所以更加看到有耶稣真的很好 是真的很好 目的是你讲得很对 其实很多的婚姻 他们都会在关系里面出现问题 因为男性和女性的想法是不同 我也都明白 男性可能他就感情感受和女性不同 跟女性真的需要多关顾 其实男性不是爱我们 我们静下来想 当我们明白他们想法的思维 其实他们是爱我们的 不过他们爱的方法 未必是我们想的方法 可能他们会觉得 他们常陪着在我们身边 或者买一些很贵的东西 给我们已经是很爱我们 但是女性就常常要讲爱的言语 男性不是真的每一个都能做到的 有时是没得强求的 因为他不是这样就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看到真的要多一分两界 所以我觉得叶牧师真的很好 就是我看到你那些分享辅导的学习 令我更加快可以转回来 原来是这样的 如果我真的没有看到这些辅导 其实也挺不知道怎么转回来 因为不知道那条路 不明白那个情况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耶稣 昨天很奇妙 因为本身我们是想着是星期二的夜晚跟你谈 突然之间你早上你打电话来 就是那一阵时 我其实突然之间 你在那一分钟前 和菲利普发生了一些讨论 那我真的很奇妙 我听完你讲他提醒之后 我是即时回到耶稣里面 去处理回自己的情感 那个感受先 那我很快呢 大家安静了 我就休息了 在房间休息了 想不到 即原来我不去吵 不去指责 不去批评的时候 即可能菲利普听到我跟你去谈电话 他都明白了的时候 我睡醒 菲利普已经熬好了汤 哇真的 哇我觉得耶稣真的很好 好奇妙好奇妙 对于我们以前 你说的十年前 或者七八年前的相处 沟通 其实很多朋友 都很怕我们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一吵就真的 叭咛叭叭叭叭 真是哇 好惹搞 但是呢 现在呢 是真的愈来愈快去处理 甚至乎很多时候 都很恩爱的 很少说吵架 是的 所以我 牧师你真的说得很好 因为你一个提醒 是说 如果我们 在婚姻出现问题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侍奉都会有很大的阻碍 就是这一句的话 我更加看到如果我跌入在这些位置 我更加难走到上帝的路 所以我很快很快我就要处理 我觉得真的很好 很谢谢你二牧师 真的谢谢你 我现在真的觉得兴散了很多 特别在你那个轻松得性那里 其实看完真的要走出来才明白 譬如好像看到罪的破坏性 因为如果我们不即时去醒觉到 原来这样吵下去再继续争拗 再继续去伤害 如果这样下去 那个破坏性是越来越严重 就是看到这一样东西 我真的很好 我真的好多谢你 真的好多谢你 因为我和菲利普都是比较有个性的人 两个呢 就是 唯有是 就是真的不是改变对方的 原来婚姻 是真的改变自己的 改变自己的看法 也是更深地体会到上帝的爱 所以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真的好多谢你 真的好多谢你 你想想我们以前做到 又拿工具 又充足马路 就是叫车撞我一撞我 真是生不如死 真是好辛苦 真是想不到今天 可以很奇妙 真是很奇妙 所以我真的觉得 牧师你真的要继续 讲多些 真的要讲多些 甚至乎我讲 现在我们教会 其实都有很多 其实我们有些 我们都辅导着 有一些关系小组的群组 他们都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可能他们都跟我们以前状况一样 未必能够即时能够理解 但是都是一个舒缓 以及有一条出路 牧师你真是 上帝真是好使用你 神除了使用你 也都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 在关系小组里面 有些的弟兄 即是开头又是跟那些 姊妹很难相处 但是他现在又是学会 怎样去珍惜他 爱他 多些在众人面前 肯定回对方 所以我看到 真的好奇妙 牧师 我真的很多谢你 真的很多谢你 因为我自己 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可以辅导人 有自己觉得自己 也很难搞 我真的想不到 神就是这么奇妙 就是这么奇妙 我真的想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